小朋友们好,今天老师要教折纸帽子的方法,也就是作业的第五十五页 来,我们来看怎样写方法或者步骤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运用到关联词 什么是关联词? 关联词就是把两个或者两个在意义上有密切联系的句子连接起来的词语,也就是关联词 那么有哪些呢? 有首先接着往后,现在再次最后 咱们来看一下怎样回答第五十五页的联系 看图说出折纸帽子的方法,然后写一写 用首先接着,然后现在再次最后就能把折纸帽子的方法写清楚了 首先我们必须把它运用在第一个图片,也就是第一个部阵 最后呢,我们就用在第五个图片,也就是最后一个部阵 至于其他的,接着然后现在再次呢,我们就用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图片 可是这里就只有三个图片,而这里却有四个关联词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三个适合的关联词,把这些句子连接起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应该把它填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把它填在第一个图片,第二个关联词,接着我们填在第二个图片 第三,我们填往后,第四,现在,第五,我们填最后 而第六个图片不用任何的关联词,也就是因为一顶可爱的帽子已经完成了 OK?那么就是代表它已经做好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关联词 看看怎样运用关联词来把这些句子连接在一起呢? 第一个,首先我们把正方形的材质对折 第二,接着把两脚在虚线上往内折 第三,然后在虚线上向上折 第四,现在将两脚在虚线上向背面折 第五,最后在虚线上向背面折 一顶可爱的纸帽子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可以把折纸帽子的方法写成三个段落 开头,内容,结尾 开头该怎么写呢?你们可以用几时和谁在哪里进行这项活动 而内容呢,就是刚刚老师所教的 结尾呢,你可以写出你的感想 成功后折纸帽子,你的心情如何 老师这里有提供一个范文,你们可以看一看 今天,黄老师在课室里教我们折纸帽子 首先,我们把正方形的材质对折 接着把两脚在虚线上往内折 然后在虚线上向上折 现在将两脚在线上向背面折 最后在线上向背面折 一顶可爱的纸帽子就完成了 最后一段,我非常开心 因为我学会了折纸帽子了 小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了,就翻开作业第55页 完成这页的练习 老师的课就交到这里 谢谢小朋友们的聆听